在河南登峰少林寺名誉天下 在离少林寺不远处的泰式山西路 有一座被视为心灵归处的寺院 永泰寺 永泰寺原名名殿寺 唐代一名永泰寺 金代更名永禅寺 元朝以后有复名永泰寺 便称永泰禅寺 也有人称永泰寺为永泰安或永泰院的 永泰寺是佛教禅宗 传入中原后迎建的第一座女僧寺院 而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倪僧寺院 历史上曾有北魏文成帝之女转运公主 南朝梁武帝之女明恋公主 北魏孝明帝之妹永泰公主 三位公主在永泰寺出家修行 且规格之高 在中国佛教史上实属罕见 永泰寺前身为转运安 当时是北魏文成帝女儿转运公主 悉心修炼场所 北魏时期 佛教在中国盛极一时 皇宫内崇佛之风日盛 文成帝的女儿转运公主 信佛游城 礼佛修道 意念坚定 因她身居京都 不便修行 于是便在嵩山望都封前 见安修佛 南朝时期 梁武帝好佛宣教 整日念经谈佛 研究佛理 曾数次已与出家为僧 梁武帝的女儿明恋公主 天性善良 和父亲一样 喜欢念经谈佛 而且极有悟性 后拜少林寺禅宗出祖达摩为师 因明恋公主 毕竟是女僧 与少林寺的师兄弟们 在一起生活起居 颇有不便 梁武帝就把原来的转运庵 改建为一座颇具规模的寺院 供其女儿明恋公主 再次礼佛修道 民间相传 北魏正光年间 孝明帝的妹妹 永泰公主 因对其母胡太后的荒淫残虐 把持朝政 独断专侯的行为 极为不满 又无可奈何 便依然舍弃荣华富贵的公主尊位 来到明面寺 削发维尼 潜心修佛 关于永泰公主 为何出家维尼 民间说法不一 有一种说法是 当时北魏时期 佛教圣行 永泰公主 深受佛教教义的影响 而自愿出家为尼 还有相传 永泰公主 是奉斥出家 永泰公主的父亲 宣武帝袁克 哥哥孝明帝袁许 都在嵩山建有离宫 经常从京都洛阳 到嵩山游乐 永泰公主 多次随同父兄到嵩山 被嵩乐优美的环境 和宁静的寺院生活 所吸引 多次要求到嵩山出家 为满足妹妹的要求 孝明帝袁许 特赵令 为妹妹修建了明恋寺 因此民间盛传 永泰公主出家后的起居 丫鬟侍奉 朝夕为伴 生活费用完全由朝廷供给 连公主用的粉袋和胭脂 都是宫廷送来的 永泰公主乐善好施 经常将朝廷供给她的钱粮 振寄给周围的苦难百姓 因此 永泰公主深受广大僧俗 百姓的崇敬和爱戴 在永泰公主主持期间 把明恋寺推向顶盛时期 唐中宗神龙二年 为纪念永泰公主的功德 松月寺僧人道迎 奏请皇帝整修明恋寺 奉赐永泰公主更名永泰寺 永泰寺因永泰公主出家而扬盈 可惜这座清净古畅 在历经无数自然灾害与战乱后 大部分建筑早已损毁 现今的永泰寺院做东面西 东西长一百五十七米 南北宽四十二点四米 中轴建筑有山门 天王殿 中佛殿 大雄宝殿 黄姑楼等建筑 作为后来副建 天下名山 庙朝南 为什么永泰寺却是门朝西呢 当地流传 原因有多种 一是永泰寺被依子进旺都二峰 依山室而建 二是永泰公主生在北魏 故都在位于登峰席的洛阳 寺院面向西 可登高眺望洛阳 一解死乡之情 三是初祖达摩在少林寺 创立佛教禅祖 永泰寺因达摩的唯一女弟子 明念公主 在此出家修行 达摩居僧人们 住在少林寺内 明念公主 是女僧人 按佛门规矩 每天前去朝拜 很不方便 因此经得达摩同意 寺院修建时 一反天下寺院 坐北朝南的习惯 将大门建成 坐东向西 朝着少林寺的方向 这样 明念公主 每天就不必跑到少林寺朝拜 就可在寺内朝拜时 寺院也因此成为 与少林寺一脉传承的 姊妹寺院 向西可与少林寺遥相对应 似是佛教圣地在西方 便于面西朝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冬日凉风吹落的银杏叶 在空中飘舞着 好像在述说着眼前这座千年古叉的七美与传奇 永太寺的山门 是一座仿星建筑 面阔三间 门阁悬挂横扁 上书永太寺三个字 门两侧有幅对联 山前古寺精秀 佛陀济式 门内香烟缭绕 永太铸发 永太寺天王殿 面阔三间 绿色琉璃瓦殿顶 殿内左右两侧 泥塑四大天王战像 皮奎带甲 身体魁梧 威风凌凌 佛寺天王殿中的四大天王 一般为战像 这是沿袭嵩山地区 明清时期佛教塑像的习俗 而复原的 在天王殿北约十三米处 紧靠北围墙 有一口井 深约三米 用山石累契而成 名约公主井 传说永太公主出家后 因寺院位居深山 缺少水源 生活不便 众尼僧需要到很远的山外去抬水 而当时 这里山林茂密 道路崎岖 经常有狼虫虎豹出没 曾有好几个尼僧为此丧生 永太公主 永太公主为修的正果 常把台水作为炼魔的必修功课 每日坚持不停 传说永太公主 这种欺而不舍的精神 感动了禅宗出祖 菩提达魔 她来到永太寺 为永太公主说 苦尽甘来 正果得身 随用禅杖往地下一扎 煞时井水上游 永太公主一尝 井水甘甜爽口 从此 人们为纪念达魔祖师赐井给永太公主 就称此井为公主井 在公主井旁有一石碑 名大唐中越永太寺碑 克力于唐天宝十一年 七五二年 碑手与碑身为一石 高二点三五米 宽零点八六米 在松山地区唐碑中 比较高大 造型精致 雕刻精细 碑顶六龙盘手 从碑侧面看 每面都有三龙锤手谈碑 龙的躯体充分表现了盛唐时期 石雕艺术的熟练程度 碑上传课有唐永太寺之碑 与大唐中越永太寺碑颂碑等 碑文内容 主要叙述了北魏至唐代期间 永太寺的历史严格和一些尼僧活动的情况 中佛殿原为清代建筑 此殿于1973年他会 仅剩北墙和东墙 丹岩斜山市 绿琉璃瓦垫顶 正极两端质文 相极上是仙人和走兽 岩下是五彩斗工 在永太寺院内 有两棵神奇的树 一株高26.6米 胸围4.62米的大叶洋树 该树苍尽挺拔 参天耸立 树叶肥嫩茂密 生机盎然 由于杨树树干修植 且位于中佛殿前面 历史言传是释迦牟尼的旗感 据传 此树是建四时永太公主所种植 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杨树有如此高龄 十分稀奇 另一棵树叫苏罗树 又名菩提树 树高21.6米 胸围2.5米 相传永太公主出家维尼后 手捧苏罗树苗 亲手栽植与子 菩提树是我国古老稀有的名贵树中之一 据佛经记得 佛祖释迦牟尼是在苏罗树下入祭成佛的 因而苏罗树被赋予佛教的含义 被称作佛树圣树 是佛教界尊奉的佛门三宝树之一 大雄宝殿是永太寺院的主体建筑 重建于清代 1994年整修永太寺 因原址地方狭小 为扩大活动场地 从原址后离七米 重建后的大雄宝殿 能为坊青建筑 竹岭 方 船 飞船 连沿和部分旺板为木结构外 其他部分均为钢筋混凝土预制后安装组成 盖垫南北面阔五间 长20.69米 东西近身三间 宽12.94米 重沿歇山绿琉璃瓦盖顶 上岩是双昂五彩斗拱 小巧玲珑密布岩间 上下岩的八条脚下均悬挂风夺 永太寺的最后一进建筑是环姑楼 这里是永太公主居住修道的地方 该楼重建于清代 由于该楼低矮狭小 1994年至1997年正修时重建 金建黄古楼为坊青建筑 面阔五间 金身三间 南北长20米 东西宽约13米 占地面积273平方米 形制为四岩三层歇山式黄琉璃瓦垫顶 金碧辉花 其主体结构用钢筋混凝土建成 黄古楼一层正宗供奉的是永太公主石像 头戴森帽微微下垂 双目微合 盘腿端坐十克连台之上 左右各站两名侍女 黄古楼一二层楼四周 由回廊相通 站在三层楼上 还可俯瞰整个寺院 远眺少林寺 回望少氏山秀子 在永太寺后 是永太寺的古塔群 这些古塔的建筑艺术 对研究永太寺的历史文化等 具有很高的价值 位于永太寺院后 约三十米处 有一座军安主塔 建造于金大安元年 为平面四方形双层砖堂 高三米 塔基为四角形平砖座 有砖雕花纹一周 塔身前面有一方形砖穴门 塔身背面 塔身背面 有松山永太寺均安主塔 刻石一方 永太寺院后 永太寺院后东北方向的山坡上 有一座永太寺塔 为单层秘密研石砖砖 塔体通高24米 塔身平面东西二边长4.8米 南北二边宽4.3米 在塔身南侧 在塔身南侧 辟有拱形塔门 门高2.6米 宽1.74米 塔内为方形空桶式塔式结构 以塔体收纷 直至塔顶 塔身外壁 附有一层薄薄的白灰层 塔岩为碟色砖层砌柱柱的 十一层密研 岩层逐层地茧收纷 使塔体轮廓呈抛物线形 优伟俊拔 密研之上 为石雕养年承托五重香轮组成的 石雕塔叉 整塔展示了浓厚的 唐代密研砖塔的建筑风格 是我国唐代密研砖塔的 典型代表之一 在永泰寺山门向南 约45米处 有一块高约87厘米的 长方形石块 传说永泰公主出家时 骑马至此 脚踏该石下马后 放马游走 发誓永不回宫 后人碎成这块石头 为永泰公主下马石 遥想那过眼云烟 宫为幽怨 人们或许会为红尘与佛门 虽近在咫尺 相聚 却又是那么遥远 而顿发感叹 宿绵绵绵丽始 懒浩浩倦意 怀骨浮金 不仅使人 最难领悟人生的不同意 来到永泰寺 目睹这段缘 残悲 古井 老树 怎不会感叹浩瀚历史长河中 那些令人触及心灵 徒生敬意 难以释怀的历史人物和典故 他们虽然离我们远去 但那些遗留下来的古代文化 文明遗迹 却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